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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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長榮大學書外藝術學系 專任副教授、沈正前 民國91年就到這個學校來 我在素外艺术學習裡面 主要是擔任國畫的課程 我早期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藝術研究所博士班 創作國畫創作理論組 專長是傳統繪畫 山水人物花鳥 以及工筆花鳥 另外還有兒童繪畫指導 以及現代水墨的創作 在長榮大學素外藝術學系 主要擔任的課程是 山水畫 人物畫 以及工筆花鳥 在學生的學習上 我主要是從基礎線條的一個勾勒開始 也就是零 因為現在許多新生進來 他們很少接觸水墨這個區塊 所以在學習上可能比較有吃力 我們為了讓他能夠循序漸進 所以從線條的起筆、收筆、行筆 這樣一筆一筆地來教導他 然後從零模到寫生以至創作 讓他能夠在很自然的一個學習中 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像這一位同學他是從香港來的 他根本都沒有基礎 但是這是一年以後 他的一個成果可以畫到這麼好 比如說他在我們的引導下 可以把自己的潛力花費出來 他們在學好基礎以後 就可以在學校的春秋兩季的小品展 牛刀小事 將自己滿意的作品拿出來展示並且行銷 而且都會收到很好的效果 對他們是一種學習上的回饋跟肯定 這是很不容易的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在教學、行銷以及競賽各方面都表現相當突出 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 萬丈高樓平地起 不怕你不會就怕你不來 歡迎你加入長榮大學的一個行列 給自己一個翻轉人生的機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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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